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来讲没多大意义 第一单纯的叮咛 对听力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孩子呢 不会说是因为叮咛堵了 影响他的日常交流 这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如果孩子本身中耳有问题 内耳有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些是要观察他的中耳炎 有些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是很常见的 有时候这个孩子突然觉得听声音不好了 到底是内耳的问题还是中耳的问题 可能还真的需要去清理一下 除非日常言语交流 明显发现孩子反应迟钝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需要刻意的去清理他 但是前提也是这个 孩子需要能够配合啊 你看开场的第一个啊 是一个四岁多的小朋友 当时 那其实是我几个月之前啊 清理过 看上去很容易以前的就加出来 但是那是之前弄过的啊 儿童的这个瓦尔道呢 叮咛分泌要比成人要旺盛很多啊 旺盛很多 所以呢 像这个啊 这是个两岁的孩子 他这个也是读的满满的 他倒没什么清理方面的问题啊 主要就是老掏耳朵 其实这个扣耳朵这个事儿 跟叮咛多不多啊 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即便把它清理得很干净啊 他要觉得痒啊 该套他还是会去掏的 你这个耳朵里是 是人身上最容易出现痒的问题啊 通过现在看呢 没有明显的试诊证据 都没有啊 就是一个单纯的叮咛块 如果孩子能够配合啊 那我们就去处理 如果他 配合不了 那就别去枪球 这是 说过可能 好几百遍了吧 上千遍都有了 关于这个低耳朵钥匙的事儿啊 还有什么低香油 这个我的 呃 怎么说呢 他不能说是个错误啊 但是有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啊 不管是 低香油这个呢 民间的 这个 土办法 不应该由医生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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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医生如果要处理的话 应该使用一些低耳剂啊 他算轻纳啊 低耳剂 呃 滴进去以后啊 确实有可能会软化这个叮咛啊 听到吗 方便我们医生 用吸引器去把它抽出来啊 这个之前视频里也有 因为你想想看 现在这个孩子 这个明显是一个干块啊 这个 这个勾枝也好 钳子也好操作的时候 他会比较疼 这个孩子就是啊 太小了 他两岁啊 这个气线 以稍微接触他的外耳道 他就有点 呃 坐不住了啊 这种就不要去强求了 嗯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 关于软化的这个问题啊 呃 你不管用什么液体啊 去确实有可能可以软化 但是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块比较大啊 就像类似比这个再稍微大一点 这肝块一旦被液体浸泡以后 会膨胀啊 膨胀以后 有一部分孩子就会觉得很疼啊 这个他如果本身就很难配合啊 这时候你在点药把它张开以后 他可能更不让你动了啊 这就会更正常的困难 到时候就会把 孩子和医生量的一个很尴尬的经历啊 一方面是哭闹的 另一方面他也不让你动啊 这是一个问题 像这个孩子就是啊 他那边就不让动 那么那种肝块边上明显有缝啊 也不是说完全毒死 又不是有玩耳道胆脂瘤啊 日常言语交流基本正常 就不要刻意的去清理他了 那边呢 等他大一点一部分呢 能够慢慢看能不能自己掉出来啊 或者是能够忍受力耐受力好一点啊 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像这侧呢 他还行 这侧呢相对软一点 用钳子啊一次一次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把孩子摁住啊 一声一下就能弄出来 这个是要做的 而且这么点小孩 自己家亲生的孩子 有几个能把孩子摁的 纹丝不动啊 你说非说是 把他捆到那个椅子上啊 那怎么不太可能啊 孩子只要在晃动 这种做操作都是不安全的 不管你是冲洗也好啊 还是用吸引器去吸也好 那都是不安全 所以说 不管用哪种方法啊 一定要考虑孩子的 配合的情况啊 至于家长那个就 就更别吓胡闹了啊 你们有的 我看经常有人家长 在我的微博里嘚瑟 哎你看我掏出来的 发一照片 我也是在懒得搭理你们啊 你掏出来那点东西都无所谓 可有可无啊 真正如果说东西多 那里头还有的是你弄不了 这种无照驾驶啊 盲目操作的话 很容易损失 我经常有这个家长 在我的咨询平台上问啊 说这个掏耳朵的时候 不小心孩子 耳朵破了啊 甚至 有的还遮遮掩掩的啊 不好意思说 开始什么原因 后来问几问 连续问这下 才说是自己掏耳朵掏破 你说你们手欠你 惹那事干嘛 对吧 没那本事就别去瞎搞 像这边满满的啊 没有这些工具 没有这些东西 就别瞎胡闹啊 滴香油那个事也是这样啊 滴完滴完他如果张开了孩子不舒服啊 到时候反而更难受 所以说如果他不配合 不要去硬搞啊 如果孩子说还行啊 配合他还可以 那你要家长愿意接受说点完药 耳朵还会更疼这种局面 那就试试 你如果接受不了 那就最好别动了 现在这个家里的啊 有的说 不像以前老说家里就一个 现在又有二胎 你二胎那一个孩子也是宝贝啊 家长都年轻牺牲的 有时候医生处理稍微有点不合适 我这边还可以 到我这来的 都是大部分都是在网上老看视频的粉丝啊 对我都比较了解 我们这行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小孩给小孩清理耳朵 另外一个是把鱼刺 这两个就是都普通人觉得 很轻松的这些事情是最容易引发 这个矛盾的啊 经常有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脑羞成的家长把大夫打了的多的是啊 这孩子还行啊 这个能够老老实实的把 嗯 右边啊 给弄出来 最后上勾针了啊 你那边 你那边试了一下 那边他还根本就不让动啊 这边这个相对软一点 这个很危险啊 这个 千万不能随意魔法 说实话我干这个都是冒险 因为这个家长是粉丝啊 这互相可以理解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完全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我可能不愿意去清一下这个手啊 因为后果很难预料 这个铁钩子在里头 孩子如果突然转头 这个铺刺就捅进去了 你们看着好像这个姿势怎么说呢 自己没孩子的人看着可能好玩 有孩子的人我估计看着就有点心惊肉跳 我这个眼泪镜是2.7毫米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眼泪镜伸进去以后啊 周围就很难有别的东西再进去了 因为这个器械操作都是内镜在后啊 器械在前 至于网上卖的这些内镜啊 可以看啊 对于有有真菌啊 有像外道胆脂瘤啊 或者中耳炎啊 骨膜穿孔啊 类似这些病例的朋友 可以背一个啊 可以背一个自己看 但是呢 不要去操作啊 提醒你们很多次了不要去操作 那东西不是让你操作的 只是用来看的 耳朵如果没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 或者说曾经在医院检查 基本上是正常的 就没必要买那种东西了啊 看这孩子其实在这会儿已经有点多了 有的孩子是这样 这个孩子就是啊 他也不确实不舒服 他也有点哭哭啼啼的 但是他不动 他老老实实做的 他也有点哼哼啼啼啼的抽气啊 哈哈 你这个这就不一样啊 这是个两岁的 你看之前今天来了一个四岁的 四岁到五岁的吧 根本就不让看啊 你别说操作了 往椅子上一 他妈往咋往椅子上一放就要往外跑啊 因为可能之前打针或者什么 医生给弄怕了 这种就没必要了啊 小孩跟挖去宝盆一样的 连续弄出了不少的东西 好 这个古墨一针完整的显露出来了 呃 今天的这个呢 主要就是有几个孩子啊 几个孩子的叮咛操作啊 简简单的说了一下 儿童啊 什么时候应该去动什么时候 最好别动啊 处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啊 像后边这个就很容易了啊 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啊 这个咔嚓就拿出来了 干净利索 然后再盛进去检查一下骨膜 就没问题了 对这个孩子好像之前有过中耳炎啊 他是过来复查的 也是这个也是之前清理过啊 清理过这个叮咛 后期又重新长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TEN